哈啰 等很久 你是值得等待的 香港的街头是匆匆忙忙 那好像整条街的人 都挤进了这个联香局一样 人声鼎沸 这个好大分 这个算是他的招牌菜 对不对 对 霸王鸭 把那个鸭枪里面的内壮掏干净了之后 再把八种配料塞进去 这个东西广东人就是做冰肉 那它吃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爽口 你不觉得在吃肥膏 你还以为在吃一个啤酒还是怎么样的 还有这道 看起来好像很西式的一个料理 那这次我是第一次品尝这个鸡蛋蒸鱼肠 然后真的是可以体会得到粤菜师傅 如何将那些下篮货 把它转化成为可以端上台面上 而且又很好吃的一些菜色 我们经常说茶楼是一盅两斤 一盅的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茶盅 吃东西 在香港的地方 找一间药莫是六十多年的酒家 就是买少见少的 白火鸭 白火鸭 白火鸭是十大功夫菜 不是刚刚找到也有 这道炸大肠 它其实是传统的客家怀旧菜式 葉水和白胡椒 吸收雞的味道,浸了一會兒 咕嚕肉是瘦的 山椒骨有像骨 有這麼多肥,60年前已經有了 貴妃豆腐,比豆腐好吃很多 我們苦頭自製 像這樣香港茶樓酒樓的那種 古早味的氛圍 其實搞不好再過幾年 你可能已經很難感受得到 箱子